如果司機得到運輸公司的授權 司機是可以在港口通電子閘口 HKi-Port e-Gate申報港口保安費PSC 運輸公司可以如何授權司機 請參考這個視頻 得到運輸公司的授權之後 司機可以跟著以下步驟 用手機程式港口通電子閘口HKi-Port e-Gate申報港口保安費 第一步 回入訂倉單 登入港口通電子閘口 按電子訂倉單EBCN 按下面的加好 再按回入訂倉單 按明白 選船公司 按下一頁 輸入訂倉單編號兩次 按下一頁 如果在這個過程找不到船公司或者訂倉單 你仍然可以申報港口保安費 請輸入要申報PSC的貴號 按墊咀符號添加 如果多過一個請重複上述的動作 再按申報港口保安費 之後請來到碼頭的閘口繼續處理 如果輸入訂倉單編號兩次之後 找到訂倉單 請選擇000005 trial 試行 作為貨主貨代的公司代號 再按下一頁 按照你目前回重的貨櫃數目 選擇貨櫃數目 例如你現在是交一隻重櫃 就按一字 選完之後 按回入 按完成 第二步 指派車輛和司機 在螢幕按一下 你現在回重的訂倉單 按貨櫃下面 回重指派旁邊的尚未指派 之後見到更多資料 包括相關貨櫃 按指派車輛司機 為回重選擇車輛和司機 按下一頁 按現在指派車輛司機 及申報港口保安費 按指派 按返回 第三步 回重申報 按回重申報 按確認 必須輸入貴號 按下一頁 必須輸入船公司封條 按下一頁 輸入其他封條 如果沒有 可以直接按下一頁 輸入貨櫃驗證總重 VGM 運輸申報 如果沒有 可以直接按下一頁 輸入無重 如果沒有 可以直接按 按預先申報 覆核資料後 按確定 回重申報 再按反回便完成 之後便可以用港口通電子 閘口內的二維碼 在碼頭閘口繼續處理 想了解更多有關EBCN的資料 請到一路通的網站 www.www.onepods.com www.onepods.com www.onepods.com